燃燒塔冒出熊熊火光 像噴槍在噴火一樣 火勢越來越大 冒出的濃烈黑煙 還不斷往天空蔓延 蓋住整片天空 不只周遭居民熱到受不了 就連遠在屏東東港的跨海大橋上 都能清楚看見 黑煙直竄天際火勢凶猛 恐怖景象發生在高雄中游 林園場十一號上午十點左右 壓縮機跳車造成燃燒不完全 壓縮機跳開之後 只要啟動壓安全裝置 那安全裝置就是 很多大家所看到的這個燃燒塔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危險 根據了解 輕油裂解程序的壓縮機跳車後 管線中的氣體 就會排放到安全裝置中燃燒 因為燃燒不完全 才會冒出熊熊火光 和陣陣黑煙 不過在十點二十分左右 壓縮機重新啟動 驚險冒火大約二十分鐘後 燃燒塔也停止運作 不過針對這起事件 環保局將要開發 因不完全燃燒造成黑煙 依違反空污法第32條規定 裁罰十萬元至五百萬元之劃環 事實上中油林原廠從今年到現在 短短半年內已經被環保局開發四次 開發金額累計八百四十七萬多元 雖然不是爆炸意外 但製造的空氣污染 林原廠的黑記錄再添一筆 TVS新聞林一邦徐敦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